歡迎收看今天的產業禁報 我是宇宗翰 馬上來帶您看到今天的產業動態 MSCI台股全重雙降 全球指數全重吃平 凌晨6.0強震 台積電營運會受影響 宜蘭近海強震 南亞科部分機台啟動保護裝置 外資估2020年5G手機上看2億支 4台場受賄 來關心台股 美股7號開低走高 道瓊從低點拉回近570點 激勵雅谷全面走揚 台股也在跟進表態 在屏蓋PCB相關族群帶動下 盤中大漲超過百點 佔回10400點 法人分析 台股雖然本週反彈大漲 短線過熱 但國際經貿情勢依舊未見好轉 外資也未回頭買超 加上前波低點獲利賣壓出籠 向上依舊有壓 短期將區間整理還是有面臨回測年限壓力 提供給您參考 接下來請看今天的財經100秒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 8日繼續下調43個基點 報一美元對人民幣7.0039元 人民幣中間價應聲失守七元大關 為2008年來首次 日本經濟產業省8日指出 已批准對南韓出口部分管制材料 這是7月日本對南韓收緊出口管制以來首次放行 規模6.0地震 台積電表示僅部分敏感基台受到影響 7奈米製程產能與出貨並未受到地震影響 聯電則說有部分基台當機 需重新調校但影響不大 既台積電前研發主向蔣尚義 辭任中國中芯國際獨立董事之後 中芯在研览全台積電研發處處長楊光磊 擔任獨立董事及薪酬委員會成員 財經網站CNBC日前報導 中芯的技術和水平和台積電相比 仍落後數年 中國機體電路生產在製程技術方面 仍落後其他國家地區大約5年 在量產方面落後7到8年 先唐人亞太辯士整理報導 接著來關心日韓貿易戰的最新進展 昨天日本正式公布 將南韓提出出口白名單 讓兩國緊張局勢再次升高 今天日本首次批准了部分半導體材料 出口南韓 並表示審查時間比預期來的快速 也再次強調出口管制並非經濟報復 而南韓方面 總統文在寅今天將舉行全國經濟委員會議 一同尋求應對方式 審査に係る期間は標準で90日程度とされていましたが 初めての許可はそれより短い期間で出されたことになります 韓年社報道 南韓總統文在寅今天上午 將在清瓦台舉行全國經濟諮詢委員會全體會議 討論對抗日本經濟報復的陰影對策 預計文在寅將聽取專家對韓國和日本近期問題的各種意見 並尋求應對方式 與此同時 清瓦台首席政策官金尚祖也將與三星 現代汽車SK海利市LG樂天五家企業集團的高層見面 帶您看到今天的國際重要財經報紙訊息 紅博社美國監管機構對特斯拉Model 3 發出勒令停止函 交由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調查安全疑慮 金融時報受到估合同價格下跌影響 礦業巨頭佳能可上半年獲利瑞減32% 華爾街日報為因應可能發生的全球貨幣站 泰國、印度及紐西蘭央行緊急降息 日本GC新聞投資市場信心遭衝擊市場警戒升高 南投民間鄉松柏嶺的茶葉聞名全台 許多茶農對種茶制茶的技術有獨到管理 但您看到一位茶農是高中退休教師 採取草生管理的方式 透過落葉堆肥來改良土壤 吸引昆蟲、鳥類棲息 進而帶動附近農民投入友善耕種 而生態茶園的富裕成功 則是成功吸引學校以及國際友人組團參訪 開創了茶文化的新奇蹟 昆蟲把茶園當作森林自在飛舞 累了就棲息在翠綠的茶樹上 這里是南投民間鄉少見的生態茶園 負責人賀大維花費六年的時間 讓這片荒廢土地有了新生命 落葉堆肥來改良土壤 發現真的是一個最原始的方式 就承襲我們所謂的森林裡面的 這種深深不息的法則 別人是管理茶樹上 我是管理茶樹下土壤裡面的 讓它形成一個豐富的生態系 台灣茶年產量1.3萬多噸 南投縣佔全台64% 民間鄉更是大本營 產量佔南投的46.5% 其中的森柏嶺位居八卦山最南端 地處山脈東面斜坡向陽處 因此一年四季日照充足 加上肥沃的紅土 適合厚實茶葉 了解茶信的賀大維 暗春綠夏紅秋冬做烏龍的四季使令 研發五款具特色的茶葉 中國它有分六類的茶 那有用顏色來分 有綠茶 紅茶 黃茶 白茶 黑茶 還有一個青茶 那青茶就是我們所謂的烏龍茶 一個茶園可以做出五種顏色的茶 那是我們想要去努力追求 那經過的一段時間 我們慢慢開發出來 其實我一開始是反對的 對 其實因為你半路出家 要做這件事壓力真的是太大了 這個對他來講不是事業 這是置業 對 所以後來我認清楚這一點 再辛苦都要陪著他走 其實賀大維和妻子林彥秋 是高中老師退休 當初會買下茶園 只是想過種菜的清幽生活 沒想到卻一腳踏入陌生的茶產業 但夫妻倆並沒有因此放棄 而是更精進茶工藝 參加政府機關或相關的學術活動 尋找對環境友善的方式 並運用在茶園上 讓生態富裕成功 吸引學校及國際友人 組團參訪 我們用草生管理 生態平衡之後 茶樹也是長得相當地良好 所以他們也開始慢慢來跟進 慢慢地形成一個生態保護區域 所以就鄰近的幾個學校 他們包括幼稚園 國中 高中 都會組團來做環境 來做一個環境教育參訪 你看我們的土壤非常的鬆軟 到處都是蚯蚓 賀大維從原始森林中 發現落葉堆肥的原理 六年前開始翻轉土壤體質 跟學校合作 把落葉回收做成堆肥 下到土壤裡 縣市出現蚯蚓 接著其他昆蟲也出現了 慢慢地形成生態鏈 與茶樹共生 在這樣的一個生態平衡之下 我們的茶青 大概有七成 八成可以採收 賀大維越做越有心得 成功研發了五行茶 像是薑母與紅茶搭配 黑豆與烏龍 玄米與黃茶 以及古丁與綠茶的結合 提升茶飲層次 現在我覺得經營茶葉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下半生可以找到這樣的一個事業來開創 應該現在會說 現在會跟先生說 不錯 這是一件好事業 基本上一開始我們種茶 就不是在立上來思考 而是在意這塊來思考 我們覺得說想要推廣友善耕種 然後友善搭地的方式來種植 夫妻倆同心協力 耕耘生態茶園 穩固南投茶香美名 開創茶文化新契機 但您看到明天8月9號星期五 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美國公布7月物價生產者指數 財政部公布7月稅收統計 偽創軟體總部僑簽 廣越同心電亞太電法術會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產業禁報 我是宇宗翰 我們明天再見 明天再見